今天非常的開心可以邀請到我們的N3D Data Science Corporation Limited 創辦人 霍瑞翔先生 Ellian 你好 Ellian 你好 Ellian 想要請問一下 我剛剛念了這個 Data Science 然後前面有一個N3D 想要請問一下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呢 N3D它的原文叫做 Next 3 Days 直譯叫做接下來的三天 那比較統一的法師黃金救援72小時 三天就是72小時 所以我們N3D取這個名字 其實我希望能夠透露出一種直覺 就是說我們希望萬一發生任何一個災難或是意外事故的時候 我們的公司的服務跟產品能夠在整個搜救裡面 貢獻上我們一份心力 是 對 所以我後來發生公司的名字 去這個 用這種方式來去你 OK 你自己本身是什麼樣的背景 讓你可以 推出這樣的東西 然後 真的有一個Solution 是什麼樣的背景 然後可以帶到這個 OK 我自己還蠻熱愛登山的 嗯 對 因為其實登山的過程當中呢 我覺得 登山每次都是在 OK 也許我陷入低潮的時候 也許是我心情煩悶的時候 那個過程我會覺得 一路上的山景會讓我覺得蠻舒暢 可以結壓 是 對但是然後後來我陸陸續續看到其實蠻多的山難新聞 對 對 那 那 我們 我就看到很多人去推出一些產品 像是 像是 微信通訊器 單純的微信通訊器 嗯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 呃 登山團隊 彼此之間的一個網路互聯的方式 那如果有拉隊的話 這個 這個領隊他是 他是 會收到一個 一個警訊 嗯 OK 這些產品其實都不錯 對 然後當然 當然坊間有很多的登山的APP 嗯 對 那我想我們也試用過幾個 對 我都覺得他們設計 設計得非常的直覺 我也想他們也非常的努力 對 但是以我一個登山者 而且我曾經發生過山難的角度來講 是 是 我覺得 這些人都是沒有當過代舊者的人 所設計 嗯 一個好的產品 我們應該從多維的角度去思考 是 就是說這樣的產品在 萬一在發生山難的時候呢 它能夠發揮出什麼作用 嗯 然後它可以觸及什麼樣不同角色的人 嗯 所以我們N3D 我們產品 主要是從三個角色的人去思考 是 當然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代舊者 嗯 對 第二個重要的就是 收救隊 是 第三個就是 我們 OK 我 我可能已經設定的聯絡了 也許是我太太 是 也許是我的小孩 甚至是我的爸媽等等 嗯 對 他們都是我生命當中親近的人 他們也最了解我的人 嗯 所以N3D整個 整個設計來講 我們是把這三個族群的人 拉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是 對 那整個實際應用場景是 如果 當然可能 比如說是我發生山難 嗯 對 那 這個山難會分成兩種情況 嗯 一個就是我自己可以求救 嗯 第一種就是 我無法求救 因為我昏迷了 OK 對 那第二種會比較可怕一點 嗯 對那 呃 那我求救的時候 我 我需要一個 一個平台 能夠 就是很 讓我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去求救 嗯 而不是說我還要很費勁的去查 離線地圖 我的坐標 我的GPM坐標在哪裡 對然後呢 呃 我現在身體受傷狀況 我該怎麼描述 我當過代久者 我知道你沒有那個心思去思考的東西 是 你會處於一個非常緊張害怕 跟恐懼 充滿在你整個心智裡面的 的一個一個一個情景底下 嗯 所以呢我們N3D就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一鍵 按按下以後 我不用做任何事情 嗯 他就會自動求救 那我們的 我們的平台 會收到你一切的訊息 包含 呃 你的 過去歷史的新手軌跡 嗯 還有就是你當地 你現在所在地的 環境訊息 他是 他是很熱的 還是很冷的 還是風很大的 還是濕度很高的 訊息我們都要掌握住 是 對還有就是我先 就是我們後台也需要掌握 我目前的生命真相 生命真相就是我的心率 血氧血壓 這些東西 很基本的生命真相 數字是多少 OK 那這些東西呢 我們經過我們這邊 數字平台 收集到以後呢 我們會把這個數據 發送給搜救隊 以及聯絡人 嗯 發送給搜救隊 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跟許多的 消防區這邊聯繫過 我們也做過很多研究 消防署我們也聯繫過 我們做過很多數據研究 嗯 他們會花很多時間去 去搜救 平均起來 呃 每一場三難搜救 最長還有到四五天啊 是 對然後派出幾十個 滿三片也早 嗯 對那短的話 可能幾個小時 反正就是會 花下很多的資源 嗯 那另外就是說 呃 搜救隊為什麼 花這麼多資源 因為山很大 嗯 對他他完全不知道 我們在哪邊 我們的代救救救在哪裡 所以我們N3D的平台 我們提供的一個就是 他如何 我們代救者他是如何 經過哪些路線 走到他現在這個地方的 我們的救難隊 只要尋著他的路線 有點像是 麵包穴的概念 嗯 他 我們希望能夠 這個 這個縮短 搜救的時間 是 提高搜救的效率 嗯 對然後另外呢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還要把聯絡人 放在這個 這個群組裡面 是因為 聯絡人其實他是最了解 代救者的人 嗯 所以呢 我們希望聯絡人在 能夠參與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他可以提供我們代救者 他現在是不是在服用什麼藥 這個代救者 他是正在服用什麼樣的藥物 然後他對什麼樣的藥物過敏 或者是什麼樣的環境過 對有過敏反應 然後或者是他過去有什麼病死 是 對我們希望搜救隊在 找到這個代救者的時候 能夠進行最正確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呃 救援行動 嗯 對然後呢 呃 代救者他可以看得到 搜救隊現在到哪裡了 是的 對然後代救者也 他也可以看得到 然後代救者目前的生命真相 這都有助於緩和 這個聯絡人 他的 他不要再一直 去去干擾這個搜救隊 一直問他進度在哪邊 OK 對然後他就可以 他即使在美國 他都可以看得到 是 他親愛的家人 現在發生了 不幸的散散 但是現在 一切安好 是 搜救隊也都在路上了 他生命真相也穩定 我希望能夠 大家都很peaceful 來看這件事情 嗯OK 對然後 呃 代救者呢 他如果說 可能 臨時有天後張的變化 他也不用擔心說 他離開現在這個位置 會不會 造成 搜救隊到了時候 找不到他 是 所以他可以去 他可以去臨時去 呃 去決定 他現在可能要躲在山洞裡 或者是躲在一個什麼樣地方 來 來 來避免這個 可能 可能天氣突然變冷 他是要保暖 是 或者是他可能發現 附近有 熊 或者是狼 或者是野生洞 或出沒 他必須要趕快避難 是 那位置一換的時候 他當然有一個風險 就是 搜救隊可以找到他 嗯 所以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持續追蹤 嗯 那另外代救者呢 他也可以持續的去透過 我們提供的 一個 一個通訊工具 我們通訊工具是非常 高覆蓋率的 嗯 非常有效率的工具 就是說 他可以去跟 呃 搜救隊對話 他也可以去跟 聯絡人對話 我相信 這樣子 對他的 嗯 對他的心理素質 會有非常高的 非常大的提升 是 因為他覺得 OK 我 我願意繼續撐下去 因為 搜救隊 在路上 是 然後我也可以跟我的 跟我的太太 跟我的爸媽 有文字上面的一個對話 就好像他們在我身邊一樣 是 這絕對都可以 增強他 繼續生存 繼續求生的意志 是 就造成他的 那個 這樣就可以 再一次提高他的 一個生存 一個生存率 所以 我們在N3D的設計裡面 我們是把這三個Party 一起拉進來 他們有些互動 這樣子 嗯 能夠做到 這麼樣就是 令人期待的產品啊 你後面是因為 你的一個半導體 然後 可以把這些資源都拉進來 然後去做一個結合 對嗎 對 其實就是這裡面 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要去感測 人的生理 生理的一些數據 環境的數據 這會需要蠻多的一個 半導體的感測科技 那在這裡面 我們也需要一個 所謂叫做 邊緣運算 我們需要 有一個去計算它的數值 然後它的GPS軌跡 GPS軌跡 有它的線上限制 我們可以利用那些半導體 來去把它修正回來 讓這個數據比較可信一些 所以 在我半導體的從業經驗裡面 對N3D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也有我的不足 我對軟體 比如說像APP 或者是後台這些 我的確 在過去幾年 我沒有什麼樣的涉獵過 但是 完漫幸運的 找到一些朋友 是 願意來曝光Suppose 這個 其實 做N3D 嗯 必須要有一些理想 是 對 然後我這些朋友呢 他們也覺得 呃 這個年紀到了一個 該做天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是 所以他們來參與我們 OK 真的很棒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的 對於N3D 現在還在一個什麼樣的階段 短中長期計畫是什麼呢 我目前是這樣 我目前的產品 大概功能上面 大概已經已經 已真完成 是 對但是我們需要 推出市面上之前 我們必須更有自信一些 所以我們現在也都 也正在招募一些 志願的測試者 是 對我們需要做實際上的測試 OK 而不是只有在實驗室 或者工程實驗座上面 去做一些理論上面的測試 嗯 它必須要有非常強大的 產品可靠度 嗯 它不太不容易換 它的電源消耗 必須要能夠超過 到達一樣的一定的水準 嗯 對還有就是我們 軟體方面的測試 嗯 對那 呃 所以就是說我們 希望在能夠在 今年年底之前 是 能夠正式的推出市面上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招募一些那個 測試者 嗯 測試者的一個結果呢 我們可能還需要一點點時間 去做我們發現的可能一些問題 去做一些 不應該不會答問題 嗯 去做一些修正 是 這個是短期計畫嗎 對這短期計畫 那中 中長期我們希望就是說能夠 呃 在在數據方面做一些強化 是 對還有就是我們可以 嗯 目前是要靠 呃 智慧型手錶 取得一些那個 整理數據 嗯 但我們希望能夠在 在預測的範圍裡面做一些更更擴大 所以 我們會持續投入一些 生理監控的產品 嗯 去做一些 對 就是說我們除了 呃 心率血氧血壓這樣數據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偵測到 比如說你的 腿部的激氧濃度 激氧濃度 它會 它 它可以告訴我們很多 接下來的 可能發生的狀 一些狀況 嗯 然後我們甚至還想要去 去量測你的漢液組成 嗯 看看你身上的一些 荷爾蒙或者是一些電解液 經由漢液這邊 所 所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現象 我們都希望能夠去掌握度 所以我們會花蠻大的一個資源 去在這方面 所以是Data Science 對 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對對對 然後最後是長期計畫就是 當我們累積了這麼多Data之後 我們能做什麼用 嗯 對那我們累積了這麼大 每一年365天 每天24小時 在 從全世界蒐集 這麼多Data之後 我們怎麼樣去把這個Data 拿來做更有效的應用 嗯 對 這是我們長期計畫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 呃 作為一個 這應該不是你第一個 創業的公司 但它會是你一個 呃 很重要的一個理想 然後去做出產品的公司 你有什麼話就是可以跟 呃 比如說 願意 就是支持你的這些理想的人 然後去跟他們講說 哇 真的很需要他們 在你的這個創業路上 然後 呃 你是採取怎麼樣的一個 嗯 怎麼講 比如說 你為什麼選擇獨資啊 像這樣子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開公司就是這樣 開公司 你看我的抬頭叫創辦人 創辦人 創辦人其實他也 在經濟部這邊登記也是負責任 這個三個字 代表你要為這個公司負責 是 那你既然要負責 你要負完全責任 你就必須有完整的權利 嗯 那 我選擇獨資是因為 呃 N3D這樣的想法 其實它有點複雜 嗯 我很難一下子很完整的對 任何一個潛台投資者去說明它 是 對那其實說明我找了一些 共同創辦人 我覺得我可能要花太多的時間 去進行溝通 是 對那進行溝通以後結果呢 可能就是 可能會OK 大家是可以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合作 嗯 但是有可能是 呃 彼此不理解 嗯 而找 而導致你花了很多資源 檢視下去之後 你沒有辦法繼續合作下去 嗯 所以呢 我覺得 依照我的經驗來講 這一次 因為N3D比較複雜 要把它解釋清楚 給我的共同創辦人知道 我就有困難 是 是 所以為了效率問題 我就選擇自己先讀資料來說 OK 因為很多產品是這樣 等你做出來以後 大家還知道 大家就會明白了怎麼回事 嗯 你還沒有做出來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說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reeze 就是你在 你只是在討論一個空氣而已 嗯 看不到人是視覺動物 嗯 你看不到東西 只在講一個想法的時候 很難被接受 嗯 不管是投資面還是共同合作 嗯 所以 在在理由 我就 就支持我 我先選個讀資 那目前 我已經把產品做出來以後 比較好溝通 是 那比較好溝通的時候 其實 嗯 能不能合作 就馬上可以判斷 是 對 所以 嗯 創業不是一件種意的事喔 那 我覺得 你應該 你一旦決定了創業 你就必須要 有如宗教般的狂熱 是 宗教般的自我催眠 嗯 你要告訴自己 成功是一定的 嗯 你不會失敗 嗯 雖然這樣講有點無厘頭 毫無根據 但是 這是我稱之為 宗教式的狂熱 嗯 不能用理性去判斷它 嗯 你要有一個 嗯 如 你所 你所信仰的 宗教 是 般的 你就是相信它 嗯 對 你把所有的經歷 你把你所有的專注 都貫 都貫徹在這裡面 是 這 但是 結果還是不能保證 你一定會成功 嗯 事實上你的失敗機率 絕對大過 成功機率 是 但是呢 你會享受那個過程 嗯 對 你即使 即使失敗了 你也會很清楚知道 你到底 是什麼地方 做得不夠 嗯 你到底失敗在哪裡 當然人生 永遠都有下一次存在 是 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學習過來的 嗯 我想 沒有任何一個人 這個 這個 從呱呱落地開始 你就是一個天生的創業家 你就是 天生的成 你創業就會成功 事實上 我想 至少我 至少我沒有遇到這樣 嗯 都是 都是靠 學習 嗯 失敗經驗 失敗 失敗的價值 往往比成功的價值 更 來的更 更可貴喔 是 對所以 呃 除了你要去 像宗教班式的 狂熱之外 你的信仰 嗯 之外 你還 需要有一個就是 你有一個 近乎偏執的 堅持 嗯 嗯 做到最後 最後 做到最後 然後 然後做到 站到最後一兵一卒 是 對 要有這種精神 否則 呃 如果說你隨時會覺得感到害怕 你隨時都想要抽腿 明明收金 嗯 那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就不應該開始 嗯 對 所以這是我給如果說有興趣創業的人 的一些 重固 對 是 今天真的非常的開心 可以邀請到我們的 N3D Data Science Corporation Limited的創辦人 霍瑞強先生 跟我們分享了非常非常多 我們期待這個產品可以 呃 馬上為我們的這個 就是 搜救的這個部分 盡到心力 然後呢 在事前的預防的這個部分 也為我們做到最好 感謝您的投入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請求先